本期视频来看一张显卡 这是一个更生的 GTX1660显卡 这个显卡很新 是没有被拆过的 OK我们先给它上机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据卡组描述说是可以点亮 OK就像现在这样 是可以显示 但是进不了系统屏幕上出现了一行爆错 Please power down and connect the PCIe power cable for this graphics card 还好我读过小学六年级区区一点英文根本难不倒我 这个爆错的意思就是为这张显卡应该插上它的PCIe供电线 但是可以看到这个线我是插着的呀 这么粗的六根线插了进去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显卡太不死去了 一般没有插这个线的话他报这个错是情有可原 但是我插了这个线他还报错 那就有点不对劲了 我得给他拆开来诊断一下 卡组描述说是尽了一点点可乐 但是我仔细观察了一下 我并没有什么看到什么明显的可乐痕迹 在这个位置有一点点 但是不多 而且这个位置也没什么明显的电子源基建 核心底下核心四周好像是有一点点痕迹 可乐已经晒干了 蒸发掉了 OK那么针对之前的那个爆错呢 我们打开图纸直接找到这个信号 显卡上其中有一个信号是管理它是PCIe揭露了这个信号是给核心的 当然他们中间之间也有电路 就是这个电路了 Q2 是这个MOS管Q2 并不是奥迪Q2 供电线插进来之后 Q2的积极就被拉低了 它就变成了截止的状态 这个检测信号就被外面的1.8V散拉成高电压给到核心 很简单的一个检测电路 在板子上我找到了Q2就在接口附近 还好这个板子的场管都是带有板位编号的 测一下它的工作状态吧 主要就是测一下这个信号 先给它通上电 通电之后呢 此时它的全部供电都是正常的 核心供电1.8V显存供电全部都是有的 如果这些供电没有的话 它显卡就直接点不亮了 这个信号测一下 居然只有0.14V 很低啊 这个信号正常应该是高电压才对 有多高 大概三层楼那么高 看图纸呢 是1.8V散拉的 那这个信号应该就是1.8V了 高电压 但是现在只有0.15V 很低 很低 它的控制机是已经被拉低了 控制机 积极的电压是正常的 被拉低了 那么这个小MOS管的工作状态应该是OK的 这个小MOS管工作没有问题 低电压过来应该是高电压出去 我们把它这个供电线拔出来再来测试一下 拔出来之后再来测一下它的 拔出来之后这些各个单元供电还是都有的 看一下Q2的控制信号 拔掉线之后它就变成高电压了 自然现在Q2就变成导通的状态 就会拉低这个检测信号 这个才是它正常的一个工作逻辑 但是我插了线 控制信号被拉低了 但是输出信号居然还是低电压 这就不正常了 Q2肯定是没毛病的 那此时问题要么就出在了那个三拉电阻上面 要么就是核心有问题 核心拉低的这个信号 我本来是想找一下这个上拉电阻的 但是这个板子它的电阻没有标板号 我不知道这个电阻在哪 我找了一圈都没找到 真的是烦死人了 那既然没有找到它的上拉电阻 于是乎呢 我直接在这个位置给它飞了一根线 刚好这个位置有1.8V供电的测试点 中间直接串联一个电阻给它上拉 因为它本来的上拉电阻没找到 于是呢我给它外面再上拉一个电阻 看一下这个供电会不会被拉低 再来测试一下这个信号 1.8V的供电是正常的 那么这个信号的输出呢 现在也是1.8V了 有正常的高电压了 这个电压不就对了吗 那看来可能是它原来的上拉电阻有问题了 既然检测信号没问题了 上机装起来测试一下 电阻找不到就直接飞了根线 过程 不重要 结果是好的就行 把螺丝全部都装回去 再来上机测试一下 好现在就不会爆错了 可以进入主板的logo界面 也可以正常进入系统 这显卡也是怪 原来插了六根那么粗的线插进去 没反应 我飞了一根粗细细的线 就好了 进系统来跑个卢大师看看 这个性能应该也OK 性能跟原来相比完全一样 性能不受影响 当然这个也不一定是那个上拉电阻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核心的问题 因为在核心四周是看到一点点的敬业痕迹 它如果是敬业导致核心底下的这个板层有问题的话也会导致这种故障现象拉低这个信号 不过没事 咱就直接没必要重置核心 能飞线解决 就直接飞线解决 得比较不少